然後我覺得Liver 我覺得上路那個 那個誰 卡莎Driver Driver我覺得 我是覺得該把那個 某R抬上來了啦 還沒死的話 怎麼這樣子講 不然真的打不了啦 我跟你就跟你說 不行啦 打不過啦 你覺得可能要人員調度了 對要調度一下 講回到這場比賽 是 你的預言成真了 如果還沒死的話 燕燕那幅畫 上來了 原本在 來了 來了 這個時間點上場的壓力特別大 因為是賽局點 他是背負著 必須要 還好吧 逆轉勝的壓力 反正都被2比0了 我上來輸了 那也沒辦法 不是這樣講吧 不是 在團戰的時候 你就是要一直拉著打 拉著打 因為你拼一波會被對方灌爆 我接下來是Rio往中走 路過路過 吃雙和蟹 這就是你中路被推啊 和蟹就很難搶啊 他直接在你臉上面吃 走過去就沒差 你現在懂我的難處了嗎 中路被推 雙和蟹被吃 你那個被推那個是 你那個是日常 所以 也好像 你說要懂嗎 好像沒有不懂過 現在知道有多難玩了嗎 那也沒辦法 因為你們之後打法就變換野區啦 嗯 那我還玩得起來 剛剛是在自己 口自己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不能這樣啦 你要做一個球給我 然後讓我去催你 哦 那是不是 還有點東西 哈哈哈哈 哈娜本身的進攻其實已經慢了 又是一次 往前頂的野蠻衝撞 又被凱雲給定下來 不過以 正常來說 我說真的哦 先來看一下畫面上面的 在 這個UNIFY被定住之後 應該是被牛的WQ給定住 凱雲身上掛了一個 一個爆彈 然後 剛好哈娜比上6 但兩邊還沒有6級哦 火龍這邊怎麼樣變大了 用娜跳跳先拉開一個段距離 交了閃線 他也沒有怪可以農 然後花了一堆時間在上路 對啊 河蟹被控起來 然後往前滑 空上防臂推 剛好接到的是凱雲過來的控制 雖然沒有中 這就是 中路 他們就做得很好 而且B完一波之後是再入一個紅 沒錯 服夜的連動 這就是服夜連動啊 是 然後紅幫 閃拍 再用一個直排 哈娜有點危險 但無敵這邊突然之間奶了一口回來 但來看看後續的團戰 燒黃的上次在進場 來看一下小V能不能來進行收頭 反正是UNIFY的火箭跳躍 往前點的第一個爆彈 也要再標準 第二個 東山被緩住 東山可能要倒 不過來到塔下 後面RESTTP過來 UNIFY好像衝動了 REST收下這個擊殺 美猴王鱗蛇出動 反正奶了一口還是她是開W的那個吸血啊 沒有啦 就 不會死啊 應該中擊吧 沒有啦他本來就不會死 因為牛就在後面 牛不在他會死 牛不在再打個一兩下就是了 對 後面這個團 其實應該是PSG屌虐的 說實話 只是後面UNIFY伸追 這邊其實回頭 打這個猴子 還有一個W什麼事都沒有 對 隊友也可以幫到他啦 而且這波血轉 因為你看娜兒在哪 他在上路打 對 然後猴子下來 有大絕的 有鬼步的 來看看這波怎麼打 因為 火龍這邊已經是變大的狀態 開啟了鬼步 帶著球要衝進來了嗎 來看一下MAPLE已經就位了 選擇往前衝 毀滅衝刺HANA是加速在往回 但預示著 職業最後是由PSG拿走 一個後上路被推 無敵而此次行倒下的目標 轉往的是娜兒身上 HANA不用娜兒跳跳 但是被HANA給轉到一個人頭回來 這可是我覺得PSG大意了啦 因為娜兒要變小了 娜兒變小他們這團就不可能贏 是 他們這邊娜兒怒氣已經差不多要變小了 然後這邊算是我覺得HANA真的是 玩得不錯 嗯 他知道第一波 踹完之後要拉一下 只是我覺得他後續啊啊的有點爛 不過沒關係 贏了就好 他感覺RK要往上一點點 往上面一點點 應該說不用 不用這麼著急 嗯 他可以等悟空閃 慢了吧 而且冰沒了 在想什麼 冰沒了 欸選擇還是要強殺 開啟了回滅衝刺加鬼步 被狂想摸擊劫 劈在牆壁上面 然後再利用大絕進場 琼女捲了一手大絕的傷害 好像有點不太夠啊 你要確定 來看一下最後是由MISSION來扛塔 HANA比 就要閃現躲過 三殺一沒死啊 我吐了 但另外一邊 好像是往下路的 四殺二 這一波來看一下會不會吐 被派暈小V拉了一手大絕叫閃現 拳跑 然後MAPLE衝了進來 再派暈一個無敵 無敵開始間另一隻大絕 下路的四殺二也沒有成功 這間預示者還吃得特別快 人把來囉 這波有機會打起來嗎 來看一下無敵閃現的WQ 目標是MAPLE 贏了贏了一手大絕 這一波WOP COMPO有做到 MAPLE在自己倒下之前 用護罩車先行離開 但另外一邊 UNIFY的傷害實在太高 連著悟空一起拿到這個DWQ 說真的MAPLE竟然沒有倒啊 被捲人不死 誰是誰 站出來 站出來 因為我剛剛看他滑走之前 還有推出大絕 他被 他被 ALL IN耶 東山少打一個普攻 抓到 然後 另外一邊小V沒有來到戰場啦 就是小V根本沒有時間進場 對 小V沒啊 沒有這麼好的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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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iver超快的 這個藍buff 最後是被倒中 然後瑞兒直接吸三個 完了崩了 小V被定住進化仙角 但小V這加起來 過牆已經沒有輸出位置 再利用大哥進場 伊卡西亞柏宇 搭配著東山收兩個 但現在還有一個火龍 還有一個隔牆的Maple滑過來 用這個空殺防壁 搭配著的是UNIFY的小炮 收了一個Quadra 這把沒了 我為什麼要在這裡跟人家打啊 大哥 人馬沒大 對啊 你還要跟人家搶這個籃幹嘛啦 而且重點是小V已經很極限 他是最後還有回來輸出哦 對啊對啊 玩得好啊 但是被火龍剛好翻兩個 被抓到位置了 抓到位置了 你O1 重點就是你人馬R 不要去R那個人嘛 我突然想 還有一個海客是閃現 PSG選擇往正面迎擊 任神是閃現進場 但這個大絕卷的還可以 後面小V推進來 有機會來收頭 運了一個直牌 Maple已經倒下了 UNIFY也被放倒 這波團戰看起來 全戰隊有機會逆轉 然後那個相讓 這個目標是誰 目標是凱薇 但哈拿比這邊 利用部裡破壞者 先稍微做一下控制 凱薇也跟著倒了 有洞生收下這個擊殺 然後還有一個River 然後哈拿這邊 是先限制一下River 想用爆破結果 下牆 但被打破 River可能走不掉 然後交給小V 這一波團逆轉啦 是不是 哇 悟空閃現轉 破壞力十足啊 那必須啊 哇 轉兩個 轉兩個就贏了 所以其實根本不用 像我們講什麼轉三個轉五個 兩個就贏了 轉到對的 對 然後小V就會進來收割 所以 有點無疑啊 剛剛我覺得重點是C位 我覺得 大意了 我覺得PSG這邊太大意了 他們覺得贏夠多了 所以他們那個 Maple跟Unify看到悟空的時候 他們沒有想著要後退 對 他們就看著他 然後對方 會做不了任何事 欸欸欸欸 欸欸欸 欸欸欸 你 你不創他嗎 欸 你們要不要 考慮打一下 不是欸 剛剛 你那個 不是可以懲罰那個烏敵爾嗎 Maple也可以啊 Maple有散有大絕啦 但 可是沒有 可以逼個招啊 你剛剛那個 現在的決戰隊的人有點散喔 凱撒在那裡也要被開了 欸欸欸 東山你在哪裡 東山被排暈了 來看看火龍 這邊要怒氣要滿了 東山這邊是先行撤退 但後方被衝了 哇 Unify這邊被秒掉 只有小V在那邊秒人 一了一了一了 看起來也是被留住 哇 火龍這邊趕快 趕快叫隊友 但是也來不及一個 黃色母親推 但也推不了人 現在輸出位置 只剩下Maple一個人而已 利用沙兵努力的輸出 但看起來根本就沒有任何震懾力 威懾力 哎呀 根本就震懾不住人啊 哇 乾華 好啊 護沙順山來到小V面前 哇 差一點 但是 輸出全靠Maple 借戰隊這邊的話 只倒了一個東山 雖然原本以為是東山被抓到 結果反而是借戰隊的突後排 突了成功 所以東山是誘餌 東山剛其實在犯罪啊 但他隊友彌補了他的錯 是 哈娜這邊的血量不太健康哦 哈娜比重新的來到戰場 怒氣只有一半 他有點肉啊 River下了連重機先留住了Woodie Maple差很高 Woodie已經倒了 小V這邊被黏住 小V這邊要倒了 哇 結果是被火龍給一掌拍子 連哈娜都被殺兵撤動過來 給插爆了 狂小魔忌出手 雖然說沒有中 但也沒關係 閃翻 沒中 我直接暈一個直拍 隱形分身 哎呀 都沒有人 這樣玩啊 他不能拿那個閃去換那個烏迪爾啊 他這樣玩一定輸 他打不過撒謊 他剛剛一定要趕快偷A撒謊 然後閃線扣著 操作那個撒謊 不然不會贏 這個東山是誘餌耶 然後後面是 小V進來 然後 甜鬆 不算幼兒啦 就是他能自己 為了看東山沒看自己位置 哇 這波團 後續火龍拉得好 他其實只要被空一秒就死了 還是他超痛的 還有IE Maple也是很極限在拿他打 然後左下角的畫面 其實已經是PHA吃巴龍了 剛剛拿完了四龍龍龍之後 連巴龍也一併拿下 雖然說剛剛那波團 有機會 是 還有機會 好 來看一下瑞瑟正在繞他們自己家野區 HANA也一樣 Maple這邊盯上是HANA HANA被推回來 之後被一波爆打 HANA直接來到Maple面前 Maple這裡是被小V給抽掉了 還有機會可以贏嗎 沒有沒有 往前頂 UNIFY 先跳繩第一個 中火雞挑戰 再跳第二個 東山市 在自己的高地上面被打死 再標準第三個 拿到一個Quadra 有機會拿到一個PENTA PILL 沒辦法 你知道為什麼我說這波沒機會了吧 我看那個小炮 UNIFY 小炮身上有個GA啊 我都不知道怎麼玩啦 他有個GA代表什麼 他不會死了 哇 我個人 播了目前為止 因為這第三天的紀錄賽 我播了兩天 是 我播了兩個PENTA 喔 兩個PENTA 對 上一個是誰 嗯 那個 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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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智居然可以拿PENTA 太厲害了吧 我們要恭喜的是PSG 3比0 擊敗了J戰隊 那第一個問題 當然就想問你們 就是今天的話 你們有預測到會3比0 這麼輕鬆的獲勝嗎 所以當然 恭喜你們 今天贏了3比0 我們的第一問 當然是 你們有預測到會3比0 你們有預測到會3比0 因為我看來是一個很簡單的 系列 就我們打他們的話 預計沒有什麼失誤的話 就可以3比0拿下吧 當然就是這三場還是有一些小失誤 所以不是打得特別的順利 你這樣 那接下的问题就是想问 你会不会觉得就你的刺客英雄打得特别好吗 就对自己有很大的信心 还是你是觉得今天mission的表现没那么好呢 可以说一下 应该都有吧 没有啦 我的刺客的话就 因为平常排位 平常我在直播嘛 所以其实大家也看到我其实练了很多 雅宁还有阿卡丽自己练了很多 所以其实我对这几只刺客都蛮有自信的 So I do have a lot of confidence in playing Assassin's myself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watching my stream or people watching right now they've seen me play a lot of Assassins on stream because I do practice a lot of those champions particularly Akali and I think it was Yon that he mentioned Please learn a lot in solo queue 接下来就想问 就因为这次的PCS春集赛就开赛的第一天到现在 你们就只输了一场比赛就是对Beyond Gaming的那一场比赛 其他的17场都赢了 然后就想问你们之前是有没有预测到会这么轻松地打了这两个月 然后就这样 So my next question is You guys seem to have had a pretty easy regular season because you guys only dropped that one game versus Beyond Gaming The other 17 games like you guys just blazed through the season So before the Spring Split started Did you guys expect to do so well What were your thoughts 就比我预想的顺利一点吧 就其实在团队的配合上 就是我们配合的还不错 然后有那种越来越好的感觉 然后觉得像那个Beyond Gaming 他们也是就是配合的挺好的队伍 而且他们的AD新秀就是也蛮强的 所以我觉得打他们在我们PCS上 我们队上BYG的时候是比较棘手的 So I think that actually our journey throughout the regular season went a bit more smoothly than we thought We didn't think that we were going to do so well Not like 17 won well during the season So it definitely kind of exceeded our expectations Beyond Gaming when we were playing them I think that their AD in particular is very strong So whereas on our side I think that our team is very good communication But looking at Beyond Gaming also So their team is also very good at communicating So when we played that game versus them that we lost We kind of felt that Oh they're very good at communicating Their AD is also very good So it wasn't the easiest match for us to play But throughout the season We felt that the more we played The better we were getting And we were able to communicate better and better As the season were on Great So my next question that I want to ask you guys Is we were talking about Beyond Gaming Is there any team that you particularly You really want to face in the playoffs Or maybe even in the finals Do you have a rival team in the PCS? And is it Beyond Gaming? Or is it maybe another team? That next question They were going to ask you If it is the風y game 你是在這次的後賽 Or可能是 Ich費開賽 你們有哪個隊伍是 想跟他們對戰的嗎? 會不會是 Beyond Gaming 就為之前的那一場報酬 還是你們在PCS 有沒有哪個敵隊? VYG的話就是 上次我们已经报仇过了 但是战绩还算一比一嘛 但应该最有机会对到他们 然后也最想对到他们吧 就觉得他们是比较 可能比较对我们来说 比较棘手的对手 所以就是希望在决赛来说 能遇到他们 你们如果 他们如果明天赢了 Magi 你们就下一场就会对到他们了 应该是 so I think that of course Beyond Gaming they look to be a very strong team in terms of revenge I mean we have the double round robin in the regular season so we're already 1-1 we kind of got our revenge already during that game but of course in the playoffs we definitely do want to meet them the next time around yup so next I want to ask you guys you in particular really quickly because right now you're playing on PSG but of course you've played on a couple of different teams in the past most famously I think we all know that you're on the Flash Wolves so our next question is just gonna ask you just if you're comparing PSG and Flash Wolves what kind of differences are there on the team which team do you think is better 那只要想问的就是 Mabel 你就毕竟打职业打了好几年了 然后就如果我们想Mabel的话 大家应该都会想 哦 就之前闪电狼的中单 所以这次想问的就是 你现在在PSG队之前 又在闪电狼队 然后就你个人认为 就这两个队当中 哪个队比较强 还是有什么区别 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嘛 我觉得嘛 我觉得肯定是 呃 现在的PSG比较强 因为我觉得选手 呃都是 就是low这个游戏 就是选手不断地能在进步的 大家的打法会越来越进步 然后可能有些人 跟不上那个进步 所以大家觉得他退步 但其实是大家都在越来越强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PSG是 比以前的闪电狼队强 好 so I think that of course we were just looking in terms of strength between both of the teams I think that actually PSG is stronger than my old Flashwood Wolves team but I say this because Lol League of Legends as a game is a sort of game that just the players the player base just keep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everyone keeps improving because the game's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and just as people play it everyone's skills just improve keep getting better so it's a bit difficult to compare in terms of like you know the older players on the Flash Wolves who maybe aren't still playing the game as much because you need to keep keeping up with the game 好的 那非常感谢 Mabel 接受 这次的采访 就 PSG 接下来的 集合赛比赛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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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Mabel for our winner interview Castors is going to be back to you guys thank you Mabel thank you Mabel 听音 这次的采访 但 是 把烟